我没有生死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什么人知道了 生不是我呢 觉悟的人 一般人也听说 灵魂是我 灵魂没有生死 死了之后灵魂离开身体 四十九天 这个灵魂又去找一个身体 找身体 自己不能做主 谁做主呢 不是佛菩萨 也不是上帝 也不是耶路 与谁都没关系 自己自动去找的 找什么样的身体呢 当然一定是你喜欢的身体 你看这个身体很满意 你要这个身体 可是得到身体之后啊 就不是那么简单 除掉的 要兽满 这个夜暴 才能这个身体 再消灭了 再换一个身体 溜到里头换来换去啊 不知道换了多少次 这是四十真相啊 我们这六道哪一道 都有我们分呢 过去三种都曾经去过 绝不止一次 主宰的是什么 业力主宰的 业力产生的吸气 也就是你的爱好 你爱好什么 几个人 爱好 能理道德 几个人 爱好 无界是善 如果是这种爱好 来生一定还得人生 而且呢 比这一生呢 会更殊胜 福宝吗 如果你所爱好的 是明文立养 是贪嗔之慢 那你所去的地方 是乌龟 出身 地狱 那这些地方 你很喜欢去 你把他们看错了 阴花缭乱 误以为那是 是个很快乐的地方 你去了 去之后 发现不对劲了 但你出不来了 所以 境界是自己变换的 他诱惑你 你误会了 这些事 佛在经典上 讲得很详细 讲得很明白了 真正有智慧 有智慧聪明人 不干这些杀死 如果学佛 比天道还要高 学佛 学佛要断烦恼 这个又很难了 这状事情 发葬必求 这是阿弥陀佛在音地时候 出家 出家人 他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所以 要建立一个新的道场 无比殊胜的道场 设防世界所没有的 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 只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 真相信 对净土没有怀疑 真信 信由西方极乐世界 信由阿弥陀佛 真信 第二个条件 真正愿意去 真想去 第三个条件 专念阿弥陀佛 这经上教给我们 底下一瓶就念到了 三倍往生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菩提心是什么呢 偶尔大师告诉我们 就是真心真愿 真心真愿呢 就是无上菩提心 那真心呢 一向专念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亲近阿弥陀佛 就行了 你就决定得生 你看 这个法门 真的 男女老少 平复归贱 人人都可以修啊 人人都能修得成功啊 就怕你不肯干 啊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会漏掉的 善导 唐长师和人 距离我们 一千四百多年 一千四百多年的现在 修净土的人很多啊 往生的人很少 啊 早年 我在台中 李老师常说 啊 他不说别人 说我们自己联系的 联友 台中联系 啊 他常讲 联系联友 一万个念佛的人 真正能往生的 只有三五个啊 跟善导大师 那个时代 不成比例 善导大师 是万修万人去啊 一千四百年前 啊 现在为什么 一万个人 只有三五个去 问题出来了 问题出在 没有沉浸性 对静宗 你不能说他 不信 你也不能说他 真信 他的信心里头 有疑惑 他的怨心里头 有不定 摇摆不定 对这个世间 有留恋 啊 念这一句佛号 不恳切 虽然念的很多 不相应 啊 古人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现在虽念 不相应 啊 这个里头有障碍 问题就出在这里啊 这个原因怎么来的呢 我们慢慢去追究啊 来源是 迷失自信 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久了 自信里面的光芒啊 一丝毫 都没有办法 透露出来 不能跟古人比啊 古人不要去比 一千四百年前 我们就比 两百年前的人 都比不上啊 比一百年前的人 都有很大的差距啊 为什么呢 一百年前的人 还懂得 伦长道德 今天讲伦长道德 非常陌生啊 没有人懂啊 阿脈陀佛 阿脈陀佛 4